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树感实验室,我是以薇 平常都当我的YouTube开头 所以不知不愿,这句话要讲得非常非常习惯 但今天不一样,今天是要跟大家直播 然后我刚刚看,因为我现在手机被没收了 但是我刚刚看到好像已经有快100人了 觉得真的是很谢谢大家 我愿意在这个晚上8点 然后一起来看直播 然后一起来算数学 这个我真的是非常敬佩各位 那我想说应该我们再来参加这个直播的活动 大多数的人会是老师 然后应该也会有一些是爸爸妈妈 然后可能有些是同学 所以大概主要就是爸爸妈妈老师跟同学这样子 那最近,其实我今天刚刚去打疫苗 我今天刚刚打完疫苗 然后现在还蛮有精神的 这个应该希望等一下今天不重要不要太严重这样子 那也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慢慢打疫苗了 然后最近疫情也越来越趋缓 所以下个礼拜的开学总算好像会比较踏实一点 那也希望说之后疫情都可以一直这样子顺顺利利 然后大家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回到实体的生活 因为我相信这个去这个今年的上半 其实一瞬间疫情 所以造成很多人可能线上的上课 然后爸爸妈妈在家里陪小孩 老师在开始学习 面对镜头都是一阵兵荒马乱 我们自己也是从原本办了很多实体的应对 然后现在后来开始改成说要变线上 然后就立刻转成很多这个线上事情 也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 那这个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好像按照惯例 直播都要先等一下都要先等大家再陆续加入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有朋友 你觉得说他很适合听今天我们来 在聊这种生活中的数学 以及说我们会郑重的介绍 我们数感的时间是花了一年所筹备出来 这个数学素养的题型 这样一本书 你如果他是符合这个国中 适合国中生的一个读物 那同时也是一个题本 那如果你觉得说有同学 你的同学或者是老师觉得说 我有同事或者是爸爸妈妈觉得说 我谁谁谁某个亲戚他小孩刚好有念国中 觉得都有这个需求 或者这个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都很欢迎可以take他们 然后邀请他们来 一起来在他今天的直播 我们今天会讲一些数感实验室的理念 然后会讲一些我们做过的事情 然后也会介绍他这个题本 所以会实际算到数学 但是我们不会去cue大家算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好那我也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150位朋友 一起在线上跟我们聊天 所以大家好 那因为我现在就没办法 一个一个去回讯息 所以我可能就 就跟大家在线上一起这样打招呼 各位好各位好各位老师好 我看到非常多这个熟面孔 非常多老师一起来 真的很开心 谢谢各位老师可以一起来 来这个听我们聊一聊 我们对数学素养的 或者是生活数学活用数学的一些看法 好那这个我们其实会做 刚开始嘛 所以我现在先去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会做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是说 数感实验室或我自己本人 我们在很久以前 就远在我还没有小朋友 还没有当赖爸爸之前 那个时候还在甚至可能是博士班 刚毕业将近十年前的时候 就开始想要做这种生活数学的推广 然后那个时候啊 其实就是自己觉得好玩 就是说反正我就做这件事情嘛 然后我在这个 我电机系的背景的时候 我也会常常会运用数学 来解决一些通讯的问题 所以运用数学来看待生活的事情 大概就是应该转一个弯 还是可以做做看 然后就做 那那个时候 其实一开始 并没有太多人会觉得 这件事情可能是好玩 一个很有趣的角度去看生活 并不觉得说这个跟教育 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我自己一开始并没有这样觉得 那是反而是因为这个 新课纲慢慢慢慢在制定 慢慢慢慢在推动之后呢 不知不觉间 活用数学这件事情 变成了这个新课纲里面的 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面向 然后就开始有这种 很有趣的 很灵活的生活情境体 就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学到那种 就是小明跟小黄跑操场 反方向跑几圈之后遇到 然后下次他们遇到又几圈之后 这种题目 现在看起来好像就觉得 嗯 这种题目到底要算什么 为什么要算这种题目 但以前会觉得 好像还就蛮有道理 就去算下去这样子 而现在这种题目就越来越少 学代就是更生活的一些情境体 然后这些情境体的时候 就是好的情境时不太好找 那因为我们过去有了 很大量的累积的这样子的素材 就是我自己写了很多年 然后等到我们团队加入之后呢 我们团队有很多 很会找素材跟很会写文章的这个伙伴 然后有老师 然后加上我们在外面也认识 非常多有志一同的老师 一起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见 就意外累积了一个资料库 然后这个资料库在现在 忽然发生说好像有点用处 好像可以帮大家 透过我们的资料库 转成一些可以让学生们来使用 来观看 老师们可以在课堂上面 来使用跟学生讨论的一些教材 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也是这样子 也是说今天这个数学素养提醒 它并不只是一个提本 它其实更 我自己的定义 我觉得它会更像是一个 一个复合型的东西 它又是一个读物 又是一个老师的教材 但也可以是学生自己练习的 一个提本 这样子 好不知不觉间 好像已经讲非常多事情了 那 大家也应该都 因为我们今天是在 数感实验室的粉丝业直播 所以应该有蛮多的朋友 伙伴是 看过我们 很常常在看数感实验室的内容 那大家应该知道说 就看到说 数感实验室 其实我们一直来 就在做这样子的 生活数学 或者是跟数学有关的一些题材 那像最近奥运 我们就一连做了好几则题材 包括说去 去 去讲说 这个奥运自行车金牌选手 他是一位数学家 那当然他得到金牌这件事情 跟他的数学 他学偏为分 这个东西跟他数学专业 没有太大的关联 可是他自己就有说 数学的思考方式 已经内化成 他的这个日常思考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在 规划他的比赛的时候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就能够一个人 读期40公里 然后最后获得金牌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是蛮不错 就是 我自己觉得数学 它是一个很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 而且很棒的一个 一个思考的方式 或者是看待事物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能够多分享这样的内容 然后多让大家认识到数学的美好 那我也相信 也有非常多的老师 因为像我自己在研习的时候 我去还去蛮多地方 之前疫情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要去 我大概一个礼拜 可能会去到两个学校以上 就是就会去蛮多地方研习的 所以有时候有老师来跟我说 哎我妈半年结束就不好意思 因为可能真的太满了一点 但现在变线上了 所以线上其实就蛮 相对来说可以更多一点 只是有时候讲一天 一天讲两场 或者是两三天就讲一场 讲到后来喉咙都会有点痛 我自己觉得作者演讲 有时候比站着讲话还要累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老师是跟我说 好像是因为那个 作者发声的时候 比较只能够用部分的肌肉 但是站着就会用全身 所以那个会有差 好但就是扯远 我回家就说 我们在跟很多老师交流的时候 也发现说 其实非常多老师是希望 能够有一些更生活的 题材来帮助他们教学 那这一方面是符合 我们现在这个活用数学的情境 二方面是也是 可以让学生引起动机 因为到了国中 其实学生们慢慢慢慢 对数学那个喜好度会 比较明显 就是喜欢的会蛮喜欢的 但是有一些人是 对数学有点无感 不太喜欢 就数学很抽象 可是如果讲一些 他们有兴趣的事情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 愿意去来学一学 就好像讲到乐透 上礼拜一才那么 那么轰轰烈烈 这个27亿的全台湾最大的 投资案出现 然后大家都有参与 这个东西里面 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数学 所以用乐透来带入一些 几率的讨论 就可以让引起一些学生的兴趣 或者是前一阵子 应该是去年 去年有人用这个买很多发票 买了4000周章发票 然后靠这个赚了一笔钱 这件事情应该会有 蛮多同学有兴趣的 但是我们这里就分析说 到底是真的赚 还是其实那个工资 比打工还要再更低一点点 这都可以用数学去 让同学们也有兴趣 进而去愿意去算一些数学 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 让学生 让孩子觉得数学好用 好学又好玩 这是数感生这个理念 好然后我们也 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做了YouTube频道 我们YouTube频道 现在大概有将近三万 快要三万的订阅 这个我自己是这样 我自己其实在做YouTube频道的时候 老实讲 还真的没有看过太多YouTube频道 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但是后来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数学推广 而且我觉得很明显的是 对于学生的差别 也就是过去可能像我跟老师们 或跟爸爸妈妈们 我们这个Generation的人 我们很习惯于看文字 然后我们就说 看文字很顺啊 你就是要可以自己配速 要快要慢都可以 然后阅读文字的速度 也还蛮快也蛮习惯的 反而有时候会一开始 反而对于影音会有点抗拒 就是说好慢 你怎么讲话讲这么慢这样子 可不可以快一点 然后忍不住会去拉抬一下这样子 但做了之后 我觉得现在我还蛮喜欢看YouTube 就我自己会去逛些YouTube 然后我真的觉得说 YouTube那个吸收知识的 影音吸收知识的那个速率 跟或感觉 跟文字真的是不太一样 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而且我们用影音的时候 也发现说 以前可能有国中生或国小认识我们 但是没有到很多 大多数认识我们的人都还是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 可是有了影片之后 有好几次我去演习 就是问说 那个有看过老高影片请举手 就所有人都举手了 那有看过速感实验室 就很多人放下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举手 就是我们就慢慢 认识速感实验室的学生的比例变高 所以这我觉得很棒 因为当然我们能够跟老师 透过老师的帮忙 透过家长的帮忙 把我们这些素材告诉学生 这个很好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自己直接做一个影片 去让学生喜欢数学 或者可以让老师父母在课堂上在家里 放这影片给学生看 给孩子看 那这个我觉得是更棒 所以虽然老师说一开始 盯着镜头讲话非常非常不习惯 然后这个现在还是不太习惯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样就知道我讲话速度超级无敌快 可是就慢慢慢慢会觉得 好像可以慢慢慢慢这样适应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 现在当老师好像也跟以前很不一样 现在当老师就不只是要 写黑板 那个版书要漂亮 然后要会上课 要这样子班级经营要做得好 那有时候变成线上课的时候 我还需要在这个荧幕镜头前面 谈笑自如 真的是蛮不一样 蛮挑战的一件事情 所以像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看到镜头就很像那种 被晚上然后被那个车子录的 车灯打到那个路一样 都定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现在就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接下来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要参加直播的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啊 到最后我们会可以提供这个数学素养提醒 也就是这一本 这一本数学素养提醒的四月本 所以请记得可以一路看到最后 你可以看到最后之后 我们就会提供这个四月本 然后如果老师 有老师觉得说 听完觉得不错 想要跟班上同学一起来团购的话 那我们会提供特别优惠 还会帮老师准备这个对应的课程简报 让老师在课程中 更容易能够跟学生一起来讨论 里面的15个不同的生活情境应用 好 那此外我们也会 也可以让大家欢迎 你可以随时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问题 对于数感实践式的问题 对于我的问题 还有对于这个提本的问题 甚至是想要许愿说 你想要看什么样子的影片 什么的 不一定能够做到 但是我们会尽量的去参考 然后觉得有趣的话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做看 好那 我接下来想要跟这个 老师们还有爸爸妈妈一起聊一下 就是说 特别是老师 就是调查一下说 老师们觉得说 您在备课的时候 最花时间跟心力的是哪一块呢 特别是开学快道 我相信很多老师 我最近脸书上就看很多老师在整理这个座位 或者在整理教室之类 开始要准备上课了 那备课的时候 我相信现在这个新课开始推重了 虽然已经开始了 可是也没有到很多年 所以老师们 备课的时候可能会有 A 时间不够 B 教材品质不一 C 题目 以数学科来说 数学题目不够生活化 D 其他 您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说 您的哪一个项目是您觉得最困扰的 当然你也可以复选 你可以觉得说 我觉得时间不够 教材品质也不一致 所以A跟B我都想选 这也是没问题的 好 所以我再来念一次 就是说 我们的问题是说 老师们觉得在备课时的时候 最花时间跟心力的是哪一块呢 A 时间不够 B 教材品质不一 C 题目不够生活化 D 其他 这个是复选题 老师们可以帮我讲一下你们的答案 好 那这个是第一题 老师们可以先回答一下 我看到好几个老师回答了 有个老师说可以ABC全选吗 可以 老师 如果您觉得D还有 你也可以再写出来 然后再帮我们补充D这样子 那目前好像蛮多老师会选择C 很多老师觉得C是题目不够生活化 这个我觉得的确会是一个 一个蛮明确的一个问题 因为生活很好的生活情境 因为我们自己团队来说 我们在找一个好的生活情境 其实是很碰运气的 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方法 就是情能补着 花大量的时间 然后去看大量的文章 影片 新闻等等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我们看哪些资料 所以老师们可以从里面去 一起找到 捞到一些有趣的资料 但这些捞到资料 它并不一定是符合你现在正在教学的内容 所以你还得就是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捞个五六个钟 有一个是刚好符合你现在正在教的内容 这的确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在 刚刚这第一个问题 我们同时再问第二个问题好不好 因为我想要这个老师们请教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是说 还是我们第一个问题要先公布票选结果呢 我们第一个问题要先公布票选结果 不然等一下两个问题会卡在一起 所以我们会先请我们的小编 公布第一题的票选的结果 看老师们在哪个部分 是最花时间跟心力的 目前我自己 这个没有人工智慧 工人智慧自己这样看了一下之后 发现应该是C是最多的 很快看下去是C最多 然后有一些老师会选到B 就是教材品质不一 选到B的老师 我相信你们都是对这个 上课的品质要求的非常非常高 然后有好几位老师其实是全选 全选ABC都有选到 如果老师有D的话 也很欢迎告诉我们 有老师讲的D 才刚刚讲完 有个老师说 引起动机是很困难的 对这我也觉得是很困难 但是就是超级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 生活的跟数学的故事 或者是数学家的故事 我发现 这个是我自己喜欢 我原本就很喜欢看故事 所以我就 我们在频道开始创立之后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录一个 数学家的故事系列吧 然后就做这个 结果意外发现 也蛮多的同学 跟我一样喜欢看故事 我就觉得说 原来数学家也不是那么死板的人 其实数学家有鞋有肉 很好玩 很有趣 他们生活也是跟我们一样 非常非常的 多彩多姿 然后又很人性的一面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 能够引起共鸣的 就是说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这样 就是现在的这个知识 其实都很容易随手可得 学生们要做自学都很容易 但是像刚刚有老师提到 引发动机 真的是最困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如果能让学生 有兴趣 有动机的话 后面学习 其实真的会是 事半功倍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接下来做第二题了 第二题的线上调查 也请老师们帮我回答一下 就是您在照顾学生的时候呢 哪个部分会最花你的心力去解决 你在照顾学生的时候 哪个部分是你觉得最花时间跟心力的 第一个是不喜欢写题目跟考试 第二个是上课不认真听 第三个 也就是胡云刚刚有老师提到的 他没有学习动机 第四个是 每个人的学习状况不同 就是像我们常态分班 所以有些人可能跑得很快 有些人可能需要再等他一下 这样子的学习状况不同 以及最后一个 一 其他 好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 老师们觉得哪一个部分 学生哪一个部分是最花您的 时间跟心力来去照顾他们的呢 A 不喜欢写题目跟考试 B 上课不认真听 C 也没有学习动机 D 学习的状况 有人 一个班级的学习状况 有人很快 有人很慢 所以学习的状况不同 以及 一 其他 老师们可以这个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发现 很多老师 集中在 C跟D C跟D 就是没有学习动机 还有学习状况 这个每个人学习状况不佳 这的确是很难 特别是D这个点 我自己也都觉得很不容易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去演讲 那演讲的时候 就是有些同学会很认真听 有些同学可能就不太有兴趣 但我们的目标 如果一想去照顾那个后面 比较不认真听的同学 那可能前面同学会觉得说 我想要再听更多一点 你可不可以讲更多这些知识 就会有点难以取舍 我自己是有读一些书 就是因为我不是 我其实不像各位老师这么专业 老师是 很多老师数学或教育相关背景 但我其实奠基一系的 所以在这部分 我都一直想要去 花时间去自我进修 那就有看了一些书 这些书里面会教到一些 怎么样去比较好 能够做这种 学习状况不同的一些对应 那像是这个大脑解锁 前阵天下那本 Joe Boiler教授大脑解锁 或者是最近 这个联谱会出版的 Barton老师 他的另外一本数学书 这里面我觉得都有蛮多资源 可以跟老师们参考讨论 但当然我自己还没有消化很完整 所以我也很期待说 关于这个部分 当一个班级 学习状况有好有坏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 能够让这个班级一起前进 不要让前面人等太多 也不要让后面的人 觉得好像被放弃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 非常有兴趣的 或者很想希望花时间 能够去做做看 特别来数学科这个部分 那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会把 这个重点放在其他的面向 然后有些老师提到说 没有学习动机 那这个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 呼应到的部分 就是说 哦没有学习动机 所以可能我们会想要做一些 用文章用生活情境 去帮助他去引发学习动机的 好那刚刚这个 我们现在请小编去做他统计 好总结这些问题啊 我想我可以归纳出一些老师 普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备课时间是有限的 因为没办法 我们当然每个人时间都是一天24小时 然后老师其实开学之后 每天光是在现场照顾学生 传授知识就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了 课余还要备课 这个时间其实真的是 相对来说公时会变得很长很长的 那而且这个新课刚刚的素养导向 在数学课里面 就会需要很多的生活情境的教材 或者是题目 那这个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要找到一个好情境 真的是需要碰运气 它其实就是满乐透有点像 只是当然中奖的不是钱 而是你找到一个好的教材这样子 那很多老师就因此可能在烦恼 特别我相信今天晚上愿意一起来看我们直播的老师 都是非常非常投入教学 很照顾学生的老师 你们应该都蛮烦恼 希望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个 这个投报率 相对来说就是我可能可以比较快速的 拿到一个不错的一个补充 或者延伸的教材能够帮助我在课堂上 当然我相信每个老师都要自己去查资料 去延伸去转换 可是至少有个基础 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去长出 适合我班上学生的教案 这个我相信是老师们会需要的一个部分 以及说想从基础去建立学生的信心 因为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看到很多老师认为说班上学生程度不一 这个情况下到底该怎么样去照顾全班 从基础建立学生的信心 但又有能够进阶去鼓励这些很前面的学生能够勇于挑战 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那要有对应的好的生活情境体去评量 学生不同程度学生的能力 这个也是同样不太容易的部分 好所以我再总结一次 老师们如果你有觉得遇到刚刚这三个问题的话 符合其中任何条件的话请帮我按加1 就是第一个是你觉得备课时间有限 所以你希望能够有符合新课纲导向的现成的这个题目 可以帮助你去做延伸的备课 那第二个就是你正在为教学烦恼 所以你这个也缺乏品质好的这个延伸教材 第三个是你想要从基础去建立学生信心 正确便宜量学生能力程度的提醒 如果您有三个条件都符合其中之一的话 就请帮我按加1 谢谢 好我们看到入学老师们按了这个加1 好那我们继续 那接下来呢 老师们还在回答的时候 就让我再跟老师们聊一聊 就是说一定有蛮多老师会很好奇说 我们是怎么样把生活跟数学做结合的 把生活到数学都结合 那这件事情我其实在一些地方演讲的时候 已经跟老师们分享过 不过今天可能算是第一次直播 所以还是花点时间跟老师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最一开始就是写文章 我自己很喜欢写文章 就我在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蛮喜欢写文章的 然后一直这个习惯和这个兴趣 一直到了我出国念书的时候 我在德国 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开始英文也不太好 然后德文就是更是超级不好 所以就没有什么朋友 就每天常常就是就很自闭那样子 我还记得我刚去的前一个月 会去算说我今天讲了五句话 但是其实有四句话是跟别人问好 就是Good Morgan这种早安这样子的 就是很少讲话 可是我又有很多想法 我每天因为在新的地方有很多新的刺激 这些想法我又很想要找一个人去倾诉 那当时也没有说有智慧型手机 就是有点古早时代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Blog 那个时候写在匹克榜 就开始写在匹克榜这样写写写写 然后每天大概就是五六个人点阅 就包括我自己 我在家里点一次 在办公室点一次这样子 那另外会点阅的人 其实就是我父亲 就我父亲他就会在台湾看 然后他就说蛮有趣的 这个你对于写作好像还蛮有兴趣的 而且写的也还可以 那不如你就多多练习这样子 那我也可以在台湾 多看看你的在德国的一些状况 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写文章 后来我开始做数学科普推广的时候 就第一个想法 也就是把它跟写作结合 因为就回到刚刚前面说的 我并不是教学背景 所以我对于教学 特别是教到国中生 国小或高中 这个教K12以下的学生 我觉得特别是需要一些专业的 因为那个重点并不在于说 讲知识 那个知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可能重点在于说 你要如何去了解 每一个学生的程度 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语言 站在他们的这个高度 去讲解这样的知识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专业 然后我有过一两次 很惨痛的经验 这个之后我就会跟老师们分享 所以后来我想说 回过头来做我自己擅长的事情 就是写文章 那写写写之后呢 慢慢慢慢的 我们有了这个速感实验室的 粉丝页 有了速感实验室的团队 然后一直到去年 成为了学校台师大的 第一间教育类的新创公司之后 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伙伴一起加入 那有了伙伴之后我们就想说 那可以做更多事情 就包括说为了让学生 直接能够认识我们 为了让学生直接感受到 数学的好玩 好用 好学 就开始拍影片 所以开始拍影片 然后 怎么去找到这么多题材 一部分是我自己还蛮喜欢 吸收知识的 就吸收各种新知的 就我常会 因为一个东西很好玩 比方说看的东西很好玩 就会一路把它往下插插插下去 然后就会长出很多 就像那个水流一样 就长出很多很多的新的东西出来 然后这件事情 在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如果今天不忙 的话 我可以坐在电脑前面一整天 然后开始查 针对一个我有兴趣的知识 一个故事开始往下去查 然后查一整天 然后查完之后 就是下课 下班的时候会觉得头很痛 但是很心满意 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的兴趣 然后我们有这么多题材 之后就会去选择说 到底是应该拍影片 还是要写文章 还是要发展成教材 那如果各位老师 还没有看书馆实验室的 YouTube频道的话 麻烦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也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您看过了之后 可以帮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他说你特别喜欢哪一支影片 好不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 团队也可以知道说 原来老师们 最喜欢这支影片 这个风格的影片 那搞不好以后 我们就会多做这样子的类型 又或者是你觉得 我们现在没有 可是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影片 比方说我知道就 常常就会有老师跟我提到说 要不要做个欧拉 欧拉 这么重要的数学家 我们都还没有提到他 或者是牛顿 会把个专辑讲牛顿 或者是牛顿跟莱布尼茨吵架 这好像很有趣 这些事情 你觉得有兴趣的题材 都很欢迎老师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有老师讲到说镶嵌 镶嵌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题材 好 那 此外啊 刚刚前面那个东西 比较多是生活跟数学的结合 那之外呢 也是因为说 就是生活数学 活用数学这件事情 慢慢慢慢的 跟课纲 跟教学现场 结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几年 也是因为我到了 就是很荣幸 能够有这机会到台师大去服务 所以这几年开始 我也慢慢参与了一些数学 素养的教学啊 讨论啊 这些工作 那比方说 我有一阵子在跟这个 很多的辅导团 现实辅导团交流 然后 有时候也会去到学科中心 高中学科中心 跟老师们一起交流 或者是到各个学校去 办亲职讲座 或者跟老师们办研习 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哦 这件事情 好像真的是大家很 很需要的 然后 我们可以怎么做 这个时候 一开始我想了很久 那在 我记得在前年 我们刚 前年 差不多前年 前年 去年 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 决定说 诶 苏感生是如果成立的话 我们成立一个新创公司的话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看有没有老师 能够加入我们 因为我知道 老师其实在学校 相当于学校 跟外面的这个单位 其实到外面单位 是比较冒险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们就运气很好 我们真的运气还蛮好 有几位老师 真的愿意 就是为了 这个 可能觉得 诶 跟苏感生是 理念相同 或者是同样喜欢 这种生活数学的 的发想跟创造 就离开学校 或者离开新测中心 然后加入我们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就觉得说 诶 以前你要我说 我去讲 我们是个数学教育的团队 我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比较是个 数学科普的团队 那但是现在 我真的就可以 比较放心的 比较有自信的 跟大家说 诶 苏感生是一个 同时具备数学科普 推广的团队 以及具有数学教育 专业的团队 因为我们真的有机会 邀请到好几位 和各位老师 一样优秀的伙伴 加入我们 那也因为有这些老师加入 我们就开始 慢慢慢慢的去把这些资源 过去这些资源 转变成一些 老师们更可以直接在 教学现场去使用的东西 包括说教材啊 或者是像我们等一下介绍 这个七年级的素养体本一样 好 所以我可以 大概跟老师们 小结一下 我刚拉一拉扎 讲了这么多东西的 就是说 老师们如果说 我想要 我觉得你们数码实验室的粉丝内容 很有趣 我也想要自己去 多从生活中 找到一些数学的素材 我该怎么做 或者说 你就说 我想要培养我的学生 有这样子 一个双数学之眼 在生活中看见数学 的话 我该怎么做 我大概有三个方向 可以给老师们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 阅读 阅读科普的书籍 因为其实 我记得大概是 也是这一阵子 应该是去年 去年 跟去年 今年初的时候 台湾数学史学会 黄安生老师 殷家明老师 他们有整理出 一系列的 这个 最近十年来的 台湾出版的 数学的科普书 这个量 其实非常的庞大 就这里面有 这十年来 我们出了很多很多的 数学类的科普书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很有趣的 讲生活的 小说类的 或者是 散文类的 或者是 教学类的 各式各样的书籍 都有 琳琅满目 如果能够去 阅读这一面书籍 我相信 帮助会很大 而事实上 我自己当初 也是这样子 一篇一本一本 数学科普书 就我父亲留下 大概三四个书柜的 数学科普书 我就慢慢慢慢 把它看完 然后再去培养 我自己的书感 然后 除了这个 这样子之外 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会是从 鼓励老师们 就是说 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比较难 从一个数学知识点出发 也就是今天你要说 我想要找一元一次 方程式的生活数学 不太容易 就算要找的话 我们的经验 当然老师们可能 比我们优秀很多 所以可以找到 可是以我的经验来说 我就会变成 找找找找 怎么找都找不到 或者是印象了一个 就不太 不太 生活 会觉得有点硬凹这样子 生活跟数学 这样过来会不太容易 可是反过来会容易很多 反过来会容易很多 所以这就是 一样的问题 就是反过来很容易 可是反过来的话 你到底能不能对到他 还是你要对他 会对到其他 这个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才会说 每次的 我们开箱生活景景 都像在开乐透一样 这个是 七上的 可以放到七上 这个又是七上的 七上的就两个 你要找八上 就怎么都找不到 就得大量的去 去找更多素材 看能不能个命中 一两个八上 这样子 可是从情境出发 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 比较不会错的 而且比较可以 确保说 你找到的是一个 好的一个情境 第三个呢 就是 我觉得啊 它是呼应第一点 也就是第一点 我们说可以阅读科普书籍 因为书毕竟是 经过淬炼 相对来说 比较这个知识整理 会更有架构 而且可能也是更 更相对有品质的 这样子一个知识内容 不过 也有很多的频道 跟脸书 跟网站 都是很值得去追踪的部分 像是我自己常会去看 Numberfi 这个国外的一个 数学的科普频道 里面常会去访问一些 就是大师级的人物 就里面想说 哇 这个石之正 Stanford教授 他也来讲 也上这个频道来讲数学 然后或者是 谁谁也上来这个频道讲数学 这是一个很有趣 而且会让你眼界大开的一个 频道 那或者是 3Blue1Brown 这也是一个 做动画 他用动画来解释的一个数学科普频道 我觉得也非常精彩 他的动画 超级好看的 虽然有些数学会 比较偏向 大学的程度 可是 我觉得 他那个 做的解释之精彩 你可能连高中生 或者是国中生 都有机会可以看懂 里面的一些 很复杂的 科普的知识 然后 可能还有像 生活情境的话 我觉得 有个媒体 有个粉丝页 叫做538 他是 精准预测的作者 Nate Silver 他 开的一个频道 一个 网站 然后他有个粉丝页 里面也有非常多的 用数据去看待 各式各样生活情境的 内容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 很精彩的 538 然后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就是 我的一个做法 就是如果看一个作者 他很厉害 他讲这些 讲得很好 我就会去找他 相关的作品 然后他的网站 什么 就去把他一路 就像这种 跟踪狂的感觉 就是一路去追 要去看他东西 就像Tim Hoffer 或者是Robert Eastway 这些 很知名的 Ian Stewart 这些很知名的 科普的数学作家 他们的相关的 网站 书籍 YouTube频道 之类的 如果有的话 都很值得去追踪 那等一下 我们的小编 也会帮 也会把这个 都贴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可以直接追踪 那国内的话 国内的话 我会觉得最 最 也不能说最 就是很欢迎 大家可以追踪 我们速感实验室 然后此外 像是艺术哲学 李正仙老师的 艺术哲学的社团 或者是 崇文斌教授的 Unimax 也都非常值得 大家去一起来看看 就国内 其实我觉得 也有很多 很优秀的 不亚于 这个国外频道的 这个数学科普的一些 还有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去 进入到今天的 这个题本的介绍 这个题本 就是承接前面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 团队 在由我自己过去 写了很多很多 生活数学情境题 搭配到我们 这一两年 加入的好几位 非常优秀的 老师 或者是数学研究员 一起的努力 我们终于去 Cook出了这个 数学素养的提醒 这个数学素养的提醒 那现在呢 我可以跟大家看看 它里面的内容 首先就是它的封面 它封面我觉得 非常可爱 就是我们团队里面 其实还蛮强调设计的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 美感教科书的 这个粉丝 所以我一直很觉得说 一本好的 漂亮的 有设计的一个教材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是个很幸福的事情 那那个好 不仅仅是包括说 封面很可爱 或者是内页 颜色很漂亮 还包括一些 版面的编排 适不适合阅读 那纸质的选择 适不适合写字 这些东西 都要一并考虑进去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 有设计师一起参与的 题本的制作 然后 接下来我可以用iPad 让大家看里面内页 好 大家可以看到说 今天这个 看到这灰色封面 是我们的这个sample 就今天我们最后 如果到你大家最后的话 我们会 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题目的sample 你可以直接去下载的 那里面 第一开始就会看到 这个编者的话 也就是我 不好意思 我自己 我本人 跟大家介绍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本书 这本书 它到底它的定位是什么 它是课本吗 当然不是 它是参考书吗 好像也不太像 它是教材吗 好像都 都有点复杂 它是需要被 好好解释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 Letter from的 编者的话 这边地方 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就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要简单说的话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 入口 它是一个学习的入口 因为这里面 纸本只是一个载体而已 你如果进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QR code QR code都会带你到不同的地方去 包括带你去延伸阅读 延伸学习的地方 带你到影音解说的地方 所以你其实只是 透过纸本 有一个入口开始 然后在上面做计算 计算完了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到 网络上面去看 各个的延伸学习 文章影片 或者是影音解说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一页是在讲到说 我们的一个 题目的理念 还有它说明 也就是说 我可以特别把这一块 放大给大家看 这一块就讲到说 这个 现在我们在数学素养的题目 里面学生解个题目说 他会遇到的是一个 真实世界的问题 然后他必须把真实世界的问题 形成 转换成一个数学世界的问题 或者你可以说翻译 就是他把一段 一两百字的文章 短文 还有些图表 用数学 用符号 用文字 用方程式去翻译 成数学的一个问题 用数学来描述之后 再运用他所学会的数学知识 去解这个题目 算出答案 最后再用这个答案去 诠释 到底原来那个 真实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该如何解决 真实世界的问题 所以 其中 在运用数学知识 这个部分 哎呦 怎么插到我东西 在运用数学知识的部分 这块 在运用数学知识 这个部分 学生们 同学们学的都非常的好 但是在这个部分 就是形成的这个部分 是目前相对来说 我不会说学生不会 我都会觉得说 大家只是还没有学会 或者还没有经过 一定的练习跟学习 所以对这边来说 会觉得比较困难 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题本 需要 想要达成的件事情 就想要透过 我们的题本 让学生可以 自己循序渐进的 学会这件事情 或者是 老师可以使用这个题本 在课堂上 引导学生去学会这件事情 好 所以它有两大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说 一个多样化的丰富情境 以及这个探究式的题组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跟大家 直接来看一个立体 这边是我们的封面 我们封面有目录 你看很多不同的题目 好 那看完之后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 直接来带大家 进入我们的数学课 今天我们可以 一起来直播算数学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题 这题是这样子 它在算CT值 CT值是前这阵子 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数值 大家都想说 到底CT值怎么算 我们其实 频道有拍过一支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很意外的 就大家觉得 好像讲解的蛮清楚的 所以它那时候 有到40万的点阅左右 而我们团队就会很希望说 把这样的情境 它就可以转成一个题目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题目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的 我把题目读给各位听一下 它说 COVID-19检测 是一个相当厉害的生物技术 因为病毒非常小 所以为了让仪器 侦测到足量的病毒 就必须要把裁剪样本 复制到足够多的数量 让仪器可以侦测到 病毒的基因片段 具体来说 检测员会先将受测者的样本 送进检测仪器 再依照下图1 这个图的方法去做复制 每次复制 段数会变成前一次的两倍 这是个重点 然后 他说 当仪器能够 侦测到病毒存在的时候 复制的基因序列总段数 就会是 一开始的病毒基因的序列段数 乘上2的复制次数的次方 这个复制次数 其实就是新闻里 常提到的CT值 意思是 需要复制几次样本 才能够被仪器侦测到 如果一个样本 只需要复制 很少次就能被侦测到 表示样本还有大量的病毒 很可能就确诊 COVID-19 也因此 CT值越小 代表病毒量越高 让我们来一起感受 与病毒的对抗在中 数学如何发挥用处吧 这边就是我们的体感 所以看到体感 大概这样 差不多这样的长度 然后会搭配一些图 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 必要的式子呈现给大家 第一题就问说 有一个样本 复制了11次 11次就被仪器侦测到 请问这个样本的CT值是多少 好那 各位老师 或者各位爸爸妈妈 你如果兴趣了 甚至同学 你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一起回答 第一题就问说 复制了11次被侦测到 请问它的样本CT值是多少 那根据前面前文就知道说 2的次方数 复制次数其实就是CT值 这段话讲到 复制数就是CT值 所以其实复制了11次的话 它的CT值呢 就是A11 它就是11 那你会觉得说 这题有一点简单 对没错 我们故意这样设计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也是个我们跟同学老师请教 知道说这个生活情境题 有很多同学 光是要他读完整个题干 他就觉得有点 不耐烦 有点不太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第一题再稍微复杂一点的话 可能又会更削减他参与的动机 前面老师都提到 就是说学生有些时候 他需要一些动机需要去学习 这样子来参与这个课程 所以我们第一题设计是 特别涉及到 他几乎不需要 任何的算计算 或者最多一道算式 他就要可以看到答案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们的想法 想说至少你第一题要鼓励学生 当他愿意读完整个题目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他能够做对第一题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第二题就比较复杂一点 第二题说 如果最初病毒基因序列段数有五段 请问复制 一开始是五段 请问复制二十次之后 序列总段数约会有几段 那他的列是 你可以看前面的式子 总段数是 最初病毒的基因序列数 乘上二的复制次数 所以这边就会是 按照这个把它写下来 就是五乘上二的二十次方 五乘上二的二十次方 那你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变成是五乘上二的十次方 再乘上二的十次方 为什么这样整理呢 因为二的十次方相对来说 我们比较知道 它是一零二四 大概一千多左右 所以就变成是 一零二四乘上一零二四 然后乘上五 好那这怎么算呢 一零二四大概是一千多 所以两个一千多 乘起来大概就是一百万 百万的数量级 乘上五之后 依然是在五百万左右 依然是百万的数量级 所以这一题我们就会选 C百万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一题啊 它就会变成是说 稍微难一点点 有计算进去了 可是原则上 它的需要运用 把生活情境跟数学 去交汇融合 这个判断的部分 还是比较少一点 就是把题目数字抓出来 然后算一算就可以了 真正的更需要应用的部分 我们其实第三题跟第四题 我们的题目其实 我们之前说 我们是探究式的题组 就是因为说 第一题最简单 然后第二题开始会多一些计算 其实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 去把这些资讯更熟练 更清楚知道 什么资讯在哪里 什么资讯在哪里 然后把它统整起来之后 才能够去面对 第三题跟第四题 这种比较进阶的题目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三题是这样子 第三题说 今天有个检测人员 他收到甲跟乙 这两组样本 甲跟乙这两组样本 检测之后呢 甲的CT值是37 乙的CT值是30 然后假设 乙气只要侦测到病毒量 足够的时候呢 甲跟乙的病毒基因序列 总数 总段数大约相同 好 那我们就想知道说 一开始乙的病毒 基因序列的段数 大概是甲的几倍 这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怎么列势吧 我们就说 甲一开始的病毒量 我们不知道 可它乘上了 2的37次方之后 会等于乙的 一开始病毒量 乘上2的30次方 因为这个式子 就是初始的病毒量的段数 基因段数 乘上2的负质次方 就这个结果 所以甲乘上2的37次方 等于乙乘上2的30次方 30的37可以整理一下 变成甲乘上2的7次方 会等于乙 那在题目外问说 乙样本的基因序列段数 约是甲样本的几倍 所以你把它除过来 你就知道说乙去除以甲 会是2的7次方 所以答案就是 D2的7次方 好 所以这是第三题的做法 你就看到说 第三题已经开始比较多 你真的很理解生活这个情境 你才能够去 很顺利把它做出来 第四题 没有什么计算 但反而更多的是 需要生活情境的判断 你用数学结果去诠释 去判断这个场景 第四题这样问的 各国所设定的CT值门槛 是由各国专家决定 像日本呢 把CT值门槛设成40 台湾呢 则设成34 假设仪器侦测到病毒的时候 病毒基因序列的总段数相同 请判断 哪个国家设定的检验标准 比较严格 哪个国家比较严格 并合理说明 详细解释你的看法 这是第四题 也就是说 我们发现说 日本的CT值是40 台湾是34 哪一个比较严格呢 那其实答案就是 是日本 是日本是比较严格的 为什么 这当然你可以说 是个是非题 但是学生回答完之后 我们还是希望学生 能够好好的去 合理说明 跟详细解释他的看法 那理由就是这样子 理由是说 其实呢 因为复制越多次的时候 表示一开始病毒量是越小的 日本定义40 表示说我这个病毒复制了40次之后 被检测到 我依然算是确诊 所以一开始的病毒量是很小很小的 相对来说台湾设定34 也就是说 我找他复制34次 有被检测到 那这是有问题的 这是确诊的 但35 36 这个就不在 我认为确诊的范围内 所以相较之下 CT值越高的国家 CT值门槛越高的国家 其实是对于这个确诊的检验 更加的严格的 所以这第四题 第五题就是延续着第四题 问说 延续第三个第四题 说请问 根据两国的CT值门槛去判断 今天假以两个人进入到日本 进入到台湾 他们可能从日本回来到台湾 检测结果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刚我们说到说 假的CT值是37 乙的CT值是30 所以假的 假是37 乙是30 所以 台湾的是 台湾的门槛是34 是34 对不起 34 日本的门槛是40 所以如果今天是乙的话 他在日本跟台湾 都会被列为是确诊 都是确诊 但是假他是37 他在日本 还是会被列为确诊 可是在台湾 就会因为台湾的门槛是34 37已经太小了 所以就不会被列为确诊 所以最后 这个却得到这个结果 假在日本列为确诊 在台湾不列为确诊 乙在日本跟台湾 都会被列为确诊 好 所以这样子一个题目 我今天因为 我相信各位老师都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就比较快的讲过 可是想要看说 如果让学生慢慢做的话 这样题目 他可能就会花一些时间去理解 那这是我们希望的 我们希望慢慢读题目 然后循序渐进的去做这些题目 那特别跟老师们提到说 这边还有个原生学习的QR Code 这个QR Code 就是老师或同学可以去扫描进去 可以连到数感实验室 这个题材相关的影片 或者是文章 然后下面有个题目资讯 则会告诉你说 这会是跟数学内容领域 哪一个比较关联 然后跟数学哪一个历程有关联 以及跟情境脉络里面的 个人职业社会哪个有关联 这边都是跟PISA对在一起的 还有它的学习重点会是什么 然后这边是详解 你看详解的时候 我们就有文字的详解在这边 这也算是文字详解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有影音详解 我会觉得说 与其说这是一个一本题组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认为它是学习入口的 重点就在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题目 都有一个对应的影音详解 它大概是五分钟到七分钟左右的一个片长 这片长就会是像我刚刚这样子 循序渐进的带着同学 或者是老师在课堂上放 跟同学一起来看 知道说原来这题是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去思考 甚至有些时候 我们会在后面再额外去补充一些延伸的资讯 比方说这本就跟你告诉你说 其实讲到一些生物学的一些故事 让同学们可以觉得说 数学课 我不是只是来学一个解题而已 我更可以因此去学到一些 好像蛮有趣的蛮不一样的知识 那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因为当然我们是做 我们现在是一个 我认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同时有科普推广 以及这个数学教育的一个团队 可是既然也正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制作我们的题本的时候 我们就更希望说 它是一个一本书 但是可以同时兼具不同的价值 多元的价值 让大家可以去充分的使用 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很快的题本 跟各位的分享 那不知不觉的时间也到了 好像差不多快要到尾声的时候 那接下来呢 就很欢迎各位老师 各位爸爸妈妈 或者同学 可以在留言处留言 告诉我们你想要问的问题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 你若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直接问的话 你也可以用匿名发问 你可以点选画面下方 跳出的问答卡片 然后我们的小编 也会帮大家 在留言区放下 试悦本的下载 有兴趣的老师呢 也可以填单 看看说 我觉得我有兴趣 想要使用这本书的话 那您可以填单 那如果会有一起团购 就是今天你想要帮班上的同学 一起去团购 或者是爸爸妈妈觉得说 这很不错 我们问我们班上老师 不要一起来团购 买这样一套给全班同学的话 可以在课堂上面一起去运用 有老师带大家去 一步一步讲解的话 那这样子团购 我们都有特别的优惠 还会再提供课程简报 就是我们还会帮大家把 简报给设计好 让各位爸爸妈妈可以直接 对不起各位老师 可以直接在课堂上使用 那如果此外 你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问题的话 也都很欢迎来私讯数感实验室 那包括说 我们团队也有考虑到说 如果有些学生 直接想要上这样的课程的话 可是不一定要学校能够上的话 我们有举办一些线上的公开课 也都可以欢迎来报名 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丝页 好 然后这样子的这个范例 各位如果下载的话 就会得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CT值的范例 那我们刚才给各位看 我们的目录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有趣的题材 包括说 毅力号彩蛋 或者是孔子的生日 鸡块怎么点 生命之一路跑大赛 或者又是跟防疫关的 疫苗保护力 这些生活情境的题材 都非常的多元 所以我们也有在 刚刚提到 我们有开设一个 数学活用必修课 就是针对七年级 然后我们的课本 就是这一本 这就是同时 作为我们自己公开课的课本 那我们就用这个课本 然后搭配学校的进度 来进行周周的授课 那就是希望说 能够让学生们知道说 这个课本它 对应到的学校的进度 数学知识怎么教 我们老师可以告诉各位 然后此外还会想跟各位 学生去教他们一些 念书啊 或者是运用数学思考的技巧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 就我们很贪心 我们希望说 能够尽量的去把我们 想要的告诉孩子的东西 都尽量的一次 在这个公开课里面 去解释完毕 所以对课程有兴趣的朋友 也很欢迎可以私讯我们 我们在七年级跟九年级 都有对应的一些课程跟活动 都可以再来看看 那最后啊 老师们也很欢迎 我们成立了一个社团 叫做数学素养教师 共备交流平台 数学素养教师 共备交流平台 这个社团呢 就是会希望说 以后老师们在这里面 就可以找到 你需要的数学素养的教材 然后我们也更欢迎 有很多很多老师 因为光我们自己就认识 很多老师 其实也有很多的 这个压箱宝 然后也很会转换 这个生活情境 转换成教材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在这个社团里面 能够跟更多的老师 一起合作 把更多的生活情境的内容 转换成教材 然后让更多的学生 更多的老师 都能够受贿 所以这个社团 也麻烦我们的小编 可以贴一下社团的连结 让老师们可以加入 我看一下 现在大家有很多讯息 好 然后那个 这个国小 有一些老师们 或者爸爸妈妈提到说国小 其实我们国小一直都有在 今天主要是国中啦 但我们其实国小 一直都有在办 数学实验课 这样的课程 那这个可能就更强调动手做 像我们暑假才刚办完了 好几个礼拜 让大家做机器人 或者让大家做这个 都市规划 然后从这动手做里面 去讲数学 这个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 之后九月初也会有公告 所以爸爸妈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都很欢迎 私讯我们的粉丝页 我们会提供简章给您 然后或者是爸爸妈妈 也可以加我们的line 加我们的官方line 可以收到一些 国小跟国中的课程讯息 好 那有一些老师 爸爸妈妈的问题 就说 请问教师要如何团购 教师团购的话 我们应该是会有个表单 老师可以填那个表单 然后填完之后 我们就会有小编 或者专人来跟您联系 或者你可以直接私讯 我们粉丝页 也会有人来告诉各位 然后有老师提到说 问题很生活化 可是对于提议的理解 需要花时间 以及觉得CT值概念 的数字运算本身 并不太直观 想请教学习低成就的 学生学习状况为何 好 这个部分我跟老师们分享 我觉得 其实提议理解 的确需要花时间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花的时间 或者愿意去理解 一篇文章 或一个情境的内容 其实对于学生来说 特别对于数学 比较抗拒的学生来说 这个相对来说 是比较容易入门的 所以我们都觉得说 让学生去读 这个生活情境题题目 他会花时间去慢慢引导 但如果老师觉得说 我想要赶快让学生 更对这个情境 有feel 有愿意去参与的话 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点我们的 延伸学习 我们延伸学习 多半我们是放在最后 是希望 学生们看完这个题目之后 还可以再去看一些 补充一些心知 但他也可以作为前面的 提升学习动机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素材 所以像看我们的影片 那个影片没有叫他 去算任何东西 所以他就是看这个影片 看过去之后 对CT值这个 不太直观的概念 这关键其实不太直观 就是CT值越大 表示病毒量越小 这个不直观概念 可以看那个影片之后 稍微有点感觉 那再来去看 这样子的题目 就会能够比较 掌握这个东西了 虽然这有点偷吃不完 因为其实他就已经是 看过人家讲解 再回来看题目 他已经先被知识 比较多一点点了 可是我觉得对于 低成就学生来说 这不是唯一一个方法 至少再帮他 他把进入的门槛 再拉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还有做 就是我们的第一题 通常都是 他理论上 看完题目就可以做 甚至是以这题来说 他可能光是 看完影片之后 他就可以做第一题了 可能可以做第一题 或第二题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 那当然老师们 如果还有不同的 就是说 或者怎么样做更好 也都非常非常欢迎 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还有很多可以更进步的地方 好 然后有人问到说 计算能力较弱的学生 除了反复练习 还有其他方法来克服吗 这边我有个想法 我们自己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学生 去讲出来 讲出来他劣势的 这个原因跟过程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学生那个 他可能是看到规律 他要这样去列了 但是那个规律 可能是不正确的规律 而这个不正确的规律 对老师来说 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 就要说 你这个不对 所以那你可能就要 这个怎么怎么怎么讲 就告诉他 可是其实他对这件事情 他还是没有很清楚 那与其我们跟他讲 不如我们去引导他 当然这也需要时间 而这个已经到 有点客制化了 所以如果今天 班上人数很多的话 可能在课堂上操作 还会需要一定的配套措施 但我会觉得 鼓励学生 讲出来他的思考的策略 然后再点出 你这边的逻辑 造成的逻辑下去的话 哪边可能会出错 或哪边会有不合理的 这样子会 更能够让学生知道说 其实我的这个问题 可能出在我 哪一个思考的环节上面 这是我觉得 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 所以我也很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我自己以前开始看 那个课刚刚讲到说 数学是一门沟通的学问的时候 我一开始也还不太理解 想说 数学就上数学课就 每个人就一个孤岛 自己算自己就好了 跟沟通什么关联 但后来我才真的发现 就是其实 让同学们之间去彼此交流 彼此去讲自己的 对于一个题目的理解 计算过程想法 哪怕有时候只是一个 处法在夸号里面或外面 这个其实对应到的 生活情境的解释 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我可以举个例子 跟老师们分享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题目 他说 而是我自己看到一个生活情境 就是巧克力 第二件十块 然后总共买六条 一百三十五块 请问一条多少钱 一条原价多少钱 我再说一次 六条 第二件十块 所以第二件 第四件 第六件都是十块 然后一三五件都是原价 那请问 总共六条是一百三十五块 一条原价是多少钱 那答案是三十五块 可是三十五块怎么算呢 就会有学生知道说 一百三十五减掉三十 先把三个特价拿掉 再除以三 就是每一条原价是多少钱 一有同学直接拿 一百三十五除以三 等于四十五 以至于我把它分成三组 每一组是原价跟特价的 再扣掉十块 剩三十十十块 尽管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处法在里面或在外面 可是它对应到的思考方式 就是不一样 那这个我都觉得说 我们在课堂上 让不同学生去解释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获 所以这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个互动 好 那不知道老师们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也很欢迎 可以继续在会后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或者私讯我们 不管私讯这个小编 我们是不管生成粉丝页 或者是私讯我 或者是我们的官方LINE 都可以 都非常非常欢迎 那如果老师们对于 这个我们制作的数学素养提醒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记得去填那个订购单 或者意愿单 我们就会有在专人在跟您联系 那接下来呢 请大家再继续锁定我们 数感实验室的粉专 第一次的直播 可能没有做得非常好 那请各位老师多多见谅 下一次 我们应该还会再继续直播 再有更多更多的机会 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 拜拜